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卖房子的时候呢 你得附上他的健康证明书 哇 这个话一出来之后 各界麻烦了 为什么麻烦呢 健康检查很好啊 问题是健康检查完之后呢 你有医疗系统可以帮他做医疗吗 只有如同你去做了健康检查之后 无医生 无病 无到治疗 要不就惊惊 惊就惊死了 所以很多人说进解之后 如同对老巫判了死刑 特别是这个健康检查的费用 官家怕死人 谁要买单呢 而健康检查有很多种 有质量血压的 有质抽血的 又做核磁共振的 那这个标准谁定呢 特别是如果所有的老巫都要做健检 观众朋友你知道 全台湾超过30年以上 老巫有多少间吗 超过300万间 这么多的老巫做健检 有哪个机构可以消化得了呢 而这么大的饼 这么大的商机 又会突立到谁呢 被骂翻了之后呢 想不到同政员 这个史上最短命的行政员发言人 得今天又发言了 他说不是啦 没有强迫啦 只是鼓励 哇 这个话一说完之后 大家通通傻眼了 特别是媒体傻眼 为什么说媒体傻眼呢 给各位朋友看一下 我带两份报纸 一个是绿的 一个是蓝的 所以公平起见 我们来看一下自由时报说 房市震撼蛋 未来卖老巫需负安检 那我们再来看联合报怎么讲 联合报说 经济日报 老巫出售 眼你强制渐渐 哇 那是所有的媒体都耳背吗 大家都搞错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呢 等会来做讨论 好 我们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资源媒体员陈高超 阿官 大家好 邀请到黑心投资客摔过头 大家好 以及集家网不动产董事长李同荣 大家好 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清源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以及都更走了十几年的 台北千建基地自救会成员 陈清河 陈仙 大家好 邀请到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 余烈理事长 大家好 大家好 也邀请到丹江大学 气管系教授李文雄 李教授 阿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刚刚的观众朋友来看 到底老屋建检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昨天 花敬群次长才说 将来没有建要检好不能卖 今天马上被打脸 三大报复约儿童都在头版 大篇幅报道 内政部援拟三十年以上老屋 买卖要付建检证明 不过 花市长也不是那个意思 他其实只是提供一个交易 你说花市长不是这个意思 按照这些问题都看不到是听不到 以我讲的为准 以部长说的为准 那放出老屋建检的次长花敬群 说的算什么 我叫你们怕死 市长是在一个研讨会里面 有谈到这些议题 那事实上这样 他不是在一个 部里面正式对外说的一个 一个记者会或什么提到 真的不算正式政策吗 看看内政部营建署的新闻发布 标题 内政部考虑修法 强制老旧建物 未来交易需付 耐政评估 时间是9月21号的晚上8点多 政策一夜转弯 自家立委骂得比蓝宜还要凶 林权心灵苦 但林权不说 你在这边被选 他站在外面大放厥词 到时候我们这边决议 他又不认账 市长花敬群出包 省影部长叶俊荣 帮忙挡子弹 就连行政院也撇清 老屋建检政策还没成熟 一整天的被选 叶俊荣多半在罚战 部长打脸 次长两个人的脸显然都 我看你这样一打脸会腫起来了 腫起来了 三连新闻方不风雪贵牙 台北报道 30年以上的老房子 全台湾到底有多少户呢 不得了啊 据说有384万户啊 其人 影响最重大的就是我们的 所有全国的中古屋的持有者嘛 对不对 它何去何从呢 心理作用其实比 实际的影响还重大嘛 我举例来讲 全国老屋分布图啊 其实30年以上的 就有384万栋 但它如果说 要用40年以上的话 也有140万户啊 那384万户的话 这个波及就非常严重 这是用30年以上哦 好 那老屋经常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这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嘛 我举例来讲好了 今天内政部的说法 跟台北市的做法不一样哦 台北市的做法 它是属于啊 干嘛呢 是属于啊 台北市老屋见钱 它是针对老屋来做见钱 是一个社区一个社区来的 不是用一户一户来的 可是内政部的说法非常荒谬 它是用一户一户来的 就是说 我今天要买卖这间房子 所以呢 它主张要送去见钱 那买卖的时候 要把见钱资料搬出来 好 那我今天讲白一句话好了 我今天买卖的时候 如果正好这一栋 这一间 我这间房子见钱 哇 这个可能海沙屋 那怎么办呢 海沙屋无法解决问题啊 它只能提示啊 万一它是辐射屋 辐射屋怎么办呢 它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啊 那万一我见钱了以后 发现到说 我有个梁柱啊 我有个RC结构墙被打掉了 被打掉了 影响到公安 那就是见钱利益良善 问题是 你给空降渣料 料有办法治疗啊 你告诉我怎么治啊 你不能治疗你没有办法啊 我举例来讲好了 见钱要不要见钱结构安全 我们余列 这个理事长非常清楚 如果要见钱这个房子 整栋不符合结构安全的话 请问你 我这房子到底要不要卖呢 这个社区如果有三十户 我住六楼我要卖 之前我先健康检查完之后 OK了没问题 那八楼的 要不要再健康检查过一次呢 再做一次 那十楼的 要不要再健康检查过一次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好我先要卖我健康检查没问题了 我过两天大地震了 那我下个礼拜还没有卖出去哦 我下个礼拜要不要重新再健康检查一次呢 也没有讲清楚 第三个健康检查费用不是几千块 如果你真的全身健康检查要迅速做到没问题 听说要整百万 这个钱谁买单 第四个 标准是什么 你今天是要量血压抽血做简单的检查呢 还是你要做核磁公正 你要不要做大肠镜呢 你要不要做矮筛检呢 都没讲清楚 我这边就做一个补充 三十年老屋经常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磁砖剥落怎么办 这不是只有我这一栋啊 整栋大楼都可能磁砖脱落啊 那我这一户把自己的磁砖把它修好 是不是就能解决全栋的问题呢 这都是问题吧 总而言之 庆元认为 你叫我健康检查 你没有给我治疗方案 那健康检查之后又能如何呢 来 文秀 有一天你去看大楼一栋房子 门口贴一张红牌就说 本大楼处于红色液化区 在下一个红牌就说 本大楼健检没有过结构有问题 然后第三个牌就说 本大楼呢 因为大家都退休了 没钱读根 然后你看完之后你敢进去吗 不敢 你敢去买吗 不敢 所以其实花静晴市长 我觉得他在想什么 他其实知道台北市有60%的房子 都是30年以上 对不对 是 他要做行钱教育 他多此一举 为什么 因为三四十年的房子 其实不用检查就知道 他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个人癌症了 你一直检查做什么 就是化疗开始嘛 所以台北市 问题是如果他没有化疗方案 检查出来得癌症又不能化疗 我自己说 怕就怕是 本来可以多一档的 变成了 所以台北市其实花市场他也知道 内地部也知道 40年的房子30年房子占了60% 都要进行化疗了 结果他多此一举要教你说 你看你的房子有问题不是我讲的 所以你是要见证还是保证 你看完之后建筑师敢盖章吗 说本栋大楼绝对不会发生 七级地震没有问题 没有人敢盖章 出问题你敢盖章可以国赔吗 所以他多此一举了 这个我想经验上是比较欠缺的 我想新加坡是这样 就是说你这栋大楼 新加坡是一个漂亮的美丽的城市 花园城市 他说你的房子脏或者不好看 影响到我们国耻国家的光荣 所以五年你们就自己 要去把它整修门面一次 不要剥落的磁砖 不要脏脏等等 那你不做可以 你要用到公权力 就是要人家公园的薪水时间都耗下去 那我们帮你做的是 你自己做的价钱的三倍 新加坡人民乖乖的 画面上我看到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那它有公宅有私宅 但是你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它的房子都保养得非常好 很少看到像这样 你来来来来来 他们掉磁砖的 还是必顺啊 他们都维护得非常好 它这个还是一个漂亮问题 也涉及到一点安全问题 台湾的都不跟涉及到 完全是安全的问题 所以在新加坡是 它发现你有问题 它是强制你一定要做维护 是 那你如果不维护 政府替你维护 是你的自己弄的三倍 因为你弄了公权力 勾引人薪水随附啊 勾引人薪水随附啊 这些东西都不能这样加强 还有点惩罚吧 对不对 所以你不做可以 我帮你做三倍 台湾是这样 你磁砖掉下来 好像没有人在管嘛 对不对 这个很危险 好 我们来看 过去台湾磁砖剥落世界 确实层出不穷 很像那个鞭炮的声音 非常大哦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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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掉最多 那天车子被砸了一台 大家都不敢打车子平靠你来 没有 我特别往上看 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地方 对了 蛮恐怖的 好 我们确实看到很多次 旧大楼的外观和磁砖掉下来 砸伤人这种情况确实很多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不要见解 而是我们认为 如果你没有医疗做背景 你就贸然要求老百姓见解 会引发恐慌 比如说像金浦松住的那一栋大楼 是 那一栋大楼啊 因为它一栋跟一栋之间 比如说这一栋跟这一栋之间 它中间有细缝 有一个细缝 不好看嘛 不好看了以后 他们就用什么东西呢 用什么那个直角的L型的形杆啊 而且是 差不多一两公尺长的形杆 然后用锁 用锁把它锁在 右边锁在右栋大楼上 左边锁在锁栋大楼上 一路锁下来看就很漂亮啊 是 对不对 都是属于不锈钢的材质啊 结果921正在的时候 又两栋大楼会晃动 晃动以后啊 全部脱落 每一支跟一支箭一支箭一样 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下 所幸是因为清晨 没有杀死人 没有扎死人啊 那各位想想看哦 我如果是结构安全 做老污见解的话 要不要做耐症检查 各位 这边有个专家讲的 我不知道李治档同不同意啊 耐症专心取样 80万检测费用我跑不掉 那如果要做耐症检查的话 怎么得了呢 所以内政部没有讲清楚 到底谁买单 特别是内政部的说法是 你要卖房的时候 你要做健康检查 那如果每一户都要这么干 哇 谁懂得掉 在今天被立法院 轰的板头包 不是那个意思 它其实只是提供一个交易 你说华市长不是这个意思 要不就这些围体都看不掉 是听不掉 那我们要把它说清楚 它主要是提供交易的一个资讯 那我建议主席 我们要把华市长请来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我再请部长确认一遍 这个是确定的政策 还是只是一个政策的构想 构想 是一个构想 所以既然是一个构想 就不应该由次长或是部长讲出来 三十年以上的几户 刚刚讲到的三百多户 三百多万户 这几年你知道吗 做好的时候你都入房地了 但是你给它检检出来的话 一定有报告 这样的房子怎么骂 你是在打压 是在借受人民的财产 你民宣长这个月 如果你是骂共产党 你们也差不多一样了 还被骂成共产党 到底费用会多高 谁买单 等我们再来问理事长 不过先来问一下靳嫂 我们最担心的是老乌 一旦要求检检之后 那是前进不能后退不得 所谓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就是 我要都庚我又没有办法都庚 我要卖我又卖不出去 我一旦靳检出了问题 那就被判了死刑 谁要卖 老乌前进不能后退不得 有够其惨 现在都庚非常非常难 我要问一下靳嫂 你们都庚进行了多久 你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个都庚案 已经走了十一年 走了十一年 对 你们地点在哪里 在五分浦 就是信义区的五分浦 在松山路跟永吉路 就是卖成衣的那个地方 对面 对 我们那个地方非常特别 当初台北市政府为了 拓宽马路公共工程 然后把我们当初在 罗斯福路那些住家 拆迁 拆迁到我们那个地方 不是只有一处 台北市有五六处 所以是安聚吗 对 拆迁到那边 所以我们那边称为叫 牵建基地 那已经有多少年 从民国是十四年到现在 已经六十年有了 所以你那个房子住了多久 五六十年了 那个房子住了五六十年了 我们不需要建检 你看看 我们这个房子还需要建检吗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房子 这边呢 不用建检就知道得癌症了 我们来看一下 对 这是 这是 室内的天花板 哦 这是室内天花板 对啊 我看不然 室内天花板 长这样 对啊 你躲在那边 躲在那边 哦 你躲在那边 躲在那边 反正那边 谁敢躲在那边 就砸下来 你们就是两层楼 两层楼的套屁 那个地方是这样子了 当初政府给我们一块地 叫我们自己搭 那我们是先搭一部分可以遮风避雨 接下来孩子出生了 孙子出生了 又再往上搭 再往上搭 这个搭下来就没有什么结构的讲法了啦 只能住人就好 结果一搭 搭到现在五六十年了 那你们搭有没有经过建筑师啊 什么建筑师傅啊 当然没有啊 当然没有 就通法搭的啊 你就跟人叫来 对 就把它弄起来 这样就搭过了十年 整区都是啦 整区都是啊 这样的房子住了五六十年了 对 这个问题啊 这是你带来的 这是 每一户的状况 这是房子的状况 是 都很恐怖的耶 有的壁了 我们那里面还有一栋是 921大地震造成的围楼 到现在还没有处理 你们已经被界定成是围楼了 不是 有一栋 有一栋 但我们那边大部分也差不多 都堪称围楼了啦 没有建议围楼 对 我们自己也认为它是围楼了 我们就是勉强 所以你那个房子 你自己的那间房子住了 大概有五十几年了 五十几年 所以从上一代住到现在 我现在是第三代 你现在是第三代啊 我今年66岁了 没有经过建筑师 没有经过结构机师 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建起来住三代啊 那当然要多更嘛 要 一定要多更嘛 是 这个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很大 因为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签建基地 那签建基地在台北市有五千多户 百分之九十八的 都已经跟 陈珠的土地 有市政府的土地 有学产地 也有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百分之九十八的 都已经以公告限制买到土地 那其中有我们叫做漏列的八户 这八户为什么漏列呢 这八户是当初 当初市政府名册里面没有记载 把它漏列的 所以这个就被剃除 是市府漏的 对 就剃除这个说 我们是属于签建户 后来市府补列 补列就好了 补列 对 补列是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今天国有财产署 他一直讲说 你们是跟国有财产成租的 国有财产土地 所以 他要怎么卖我们 一瓶八百万卖给我们 土地一瓶八百万 对 我们被漏列八户 然后我们要跟 那你们算过 如果你要参加都庚 大概要买几瓶的地 才能够参与都庚 我住的地方 我要买起来 我才能都庚 我没有买的话 我不能参加都庚 我只有地上户 他们每一户 大概都七八瓶到十瓶左右 所以假设十瓶要八千万 八千万 对啊 我如果八千万 我就去台北市买一间豪宅的座 我又跟你担都庚 他住的八瓶 十瓶就有那种厨 对 这种厨嘛 对 这种厨 所以你担他一半八百万 买起来才能当都庚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对 那我们跟那个财政部 跟国有财产署讲说 我们同样都是签建户 为什么其他的签建户 都能以公告限制 来跟你们成功这个土地 为什么我们不行 是 他说什么 因为你们就是国有财产的地 国有财产法规定就是要用 这个价钱来卖给你 我说奇怪呢 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啊 我们又不是别国家的老百姓 来住在这里啊 那你现在政府行政不一致 你叫老百姓怎么幸福啊 其他人都一样 我也是签建户 为什么我们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都庚啊 就卡住一个八户 对 是因为我们被卡住了 其实不要说八户了 都庚只要卡一户就很难了 就很麻烦了 这更何况就卡到八户 因为八户是国有土地 它有优先购买权嘛 有优先购买权 问题是政府就是一瓶 用八百万要卖给他 他当然买不起 买不起就是继续拖在这里 所以这八户形成一个 讲白了也变成都庚的丁子户一样 他也不想做丁子户啊 他也不想做丁子户啊 就是说他们其他所有的 所有的不管是几百户 通通都是用土地用公告县值买了 不管是当年是国有的还是室有的 多数啦 了不起就比公告县值加个两成啊 三成这样买 但是这八户好惨啊 觉得八户很惨啊 他要用一瓶八百万的市场买 其实公告县值 我印象中只有120、30万吧 一瓶吧 差不多 你你的奇惨嘛 前进无路后退也无路 卖也卖不掉 卖也卖不掉啊 我跟只有住在那边 难怪啊 今天报纸说 三十年的老屋 你要叫他健檢 如果没有配套 等同于判他死刑啊 小平 判死刑啊 就激动嘛 我跟你讲 这个花静群真的有问题 你知道 而且 是花静群有问题 还是同政员有问题 今天同政员又打脸了花静群 今天是行政院打脸内政部 然后部长又打脸市长 同讲了对 花错 我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呢 老屋健檢是会激动的嘛 老屋健檢 你今天找那个结构机师 或是建筑室来看一看 瞄两眼 看看 请卖 有没有协调 钢筋有外漏 来一趟 一万块 可是你要把它专心啊 把它看火泥土的结构啊 你看钢筋的强度 袖子很认真的检查 要十万 所以你是要检查一万的 还是十万的请定出标准 第二 叶部长说 我跟你讲 报纸还有一百万的 要不要看一下报纸那一百万的 还有那个地址 那个地址计时社会调查 谁说房子安全只有房子 房子盖在土地上 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冲击 那个沉积岩的地址 好 这部分我们都会再来谈 要我见见 给我标准 我们先来看 同政员怎么打脸内政部 所以这个政府好像 彼此不太熟 在讲话之前 没有先通通气 也不是 他们说谎 我跟你讲 他们说明年就要实施 而且跟五百亿台南地震以后 那个顾家专案 那是跟都根是连结的 政策是一贯的 没有人 这个部长绝对主持过会议 叶部长说话 我敢这样说 我们有一点 有点尝试的名代 再回来呢 全台湾这样的房子 我们估计算四百万户 一户十万 精准是三百八十四万户 我们就算整数 一户如果十万 四千亿 那加上地址检查 再搞个几千亿 然后不是 这个还没完 那最后签证谁算数 签证也要差不多 要来现场要两万 那健康检查完之后 要是还出事 谁负责 是 所以我算过 全部算完九千六百亿 什么叫九千六百亿呢 我们国家预算 只有一点八兆 然后我们一年国家 做了建设 所有的高铁 什么做完 只有三千亿 这样搞九千六 这政府是胡闹的政府 我这是乱搞 花建群的说法 好像是卖房子的人 自己要买单 那如果卖房子的人 自己买单不定量 我补一句就好了 那个中南部 左水溪一南 常常一瓶房子 健检一户 可能花了一百万 对不对 最贵的 我跟你讲 房子如果三十瓶 然后一瓶三万 刚好健检完以后 没钱给 房地区就给 那个结构计时就好了 是不是 如果真的要替老屋做健检 应该做什么样的健康检查 这透懂 这安全 政府不应该做这种重大决策 是用喊口号 是应该有整个完整的配套 怎么讲呢 其实目前最重要的 是要有危险等级的分级 全台湾刚刚大家讲的 官方的资料应该是 七十五万栋 三百万户 超过三十年以上 这些老旧的房屋 地震来的时候 大概只能承受 我们921大地震以后的 新的这种耐震的建筑物的 一半 甚至上分之一的耐震能力 我刚刚讲过 早期啊 我们大概只有0.1个G的 这样的耐震的系数的设计标准 我们921我们提升到 0.23个G 这不大紧 还有什么 现在加上任性结构 任性结构就是 像一根竹子一样 地震来的时候 不会来到手段 还有135度的耐震的弯锅 更重要是什么 强柱若凉 什么叫强柱若凉 就是地震 大 大到一定程度 非倒不可的时候 这时候梁柱 梁啊 先坏掉 柱子不要坏 这个房子要倒慢慢倒 还有几分钟的一个时间 突然就像围观一样突然就倒了 这些老旧的建筑物 通通都没有 通通没有 所以不用借机就知道不过关了 对啊 所以简单讲啊 像刚刚啊 那还建筑什么吧 就是你不用建筑 你就知道你破坏太严重了 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什么 去推动立法 因为这个签得到 政府的预算该不该用到 施权的部分 刚刚李宴提到台北市 那一套是很好的做法 那么 现在其实啊 政府也没有做 九二一大地震到现在做了 所有的工与建筑都完成了 私有建筑什么事都没有做 这真的很不应该 我再强调一次 官方的数据是 七处换动 三百万户 在哪里你知道吗 山崇 芸州 中永河 板橋 台北市 大台北地区大户都 你看那种联动市的建筑 两楼桌三楼桌 明镑两个几年 七十几年建的桌 只要地震发生在 大台北地区的周边 潜能地震 规模能够成一本八号桌 当九二一七点三就好 台北市 不知道死伤几百万人 很恐怖 跟保龄修一样全倒 好 我们来看 六都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 到底有多少 我们先谈到台北市 五十七万户 新北市六十五万户 换句话 观光台北市加新北市 就占了一百多万户了 桃园二十五万户 台中四万户 台南三十万户 高雄又高达四十七万户 特别是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 是什么概念呢 它是什么时候盖的 现在是2016年 我们往前推 三十年那是1986年 1986年 那时候听说 一月三世 对 那房地三世 好跟走死人 斎棋的计划 跟互捕计划 互捕计划 跟互捕计划 互捕计划 互捕计划 政府没有办法去追踪 你要找谁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买房子 我说买房子 我管你买房子 你说你转了好几手 不要给你 你知道你的房子 是哪一家建设盖的 没有 因为我们盖房子 没有生产履历 也就是说 源头是哪个盖的 像我做的东西 我做的房子是什么 公民棟已经盖的 那家公司解散了 那我问你 现在建检 你不计像原来的建设公司讨 你现在什么 自己政府补助 自己要出建设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 严重的问题 所以那个石类 一屋或一岸建商 30年的老屋来面 我跟各位统计一下 这是统计 是对民国88年来 这是推案量 一岸公司的推案量 你看北部跟中南部 1988年的时候 1999年 大概占四几% 从大概88年到92年中间 其实中南部跟北部里面 一岸建设所推案的案量 最高占到65% 换句话说 你100间的房子 有65元 是怎样 是一岸公司建的 好 那一岸公司 这是推案量嘛 好 我们看最重要的是 民国91年到现在为止 还存在着 3022家一岸公司 那91年到81年 一岸公司占整个所有建设公司的加速 71.32% 换句话说 你去每30年的屋龄当中里面 你买的都是至少有60%到70%是一岸公司 就是建设公司 老公他走不去 好 那一岸公司是什么 我先到经济部登记 因为过去是2500万 门槛可以成建设公司 不是后来改了100万 100万的资本额成立一家公司 我问你 可以建设公司 可以建设公司 其他都给他允设公司 100万 我跟你说100万是什么概念 你去买一栋别墅 你定金千千万也有100万 只有一户就要100万 那是100万 那是那时代100万更大 他可以建设公司 建设公司 那一岸公司里面可怕的部分 就是像微罐 他就一岸公司 然后他申请完毕之后 就撤销登记 他没有清算就撤销登记 所以大家问题是 为什么 我们现在应该重视说 这一岸公司的一个道理 我今天要讲个方式 我觉得内政部 我今天是要强制执行 你不要怪花静群这样 花静群他是鹰派的 那燕俊龙是属于 比较哥派的 为什么 他们这一次建设 要列入什么 建筑法里面 也就是说强制立法 你以后有建设的证明 你才可以卖房子 这重点是在这里 这影响交易市场 那我们回归 那有建设证明 才能卖房子的配套是什么 比如说谁买单 要做什么样的建设 什么样的标准 那我建设出来之后 我发现这个房子 是当初那个一岸建设 没良心 是是是 我求偿无门政府怎么办 阿官 我今天要够解 我们来看说你 怎么帮我 我们家有几个方案 你到底要是全国建设 还是要去走都更 台北市都更 现在的比例 只有千人之1.5 都更才能真正解决 唯物的问题 刚刚理事长我提到了 你有土壤液化 你有断层带 你上面还做什么 那基本上 房子几乎都要拆掉了 你如果要做建设 不如把都更好好的 配套措施做好 新房子 这个是重点 那我最后我要建议一下 因为都更的问题 是很麻烦的 就第一个他避税 然后公司消失之后 你找不到 你就是孤儿了 因为你们找不到零件 找不到修 找不到赔偿 所以东西大楼目前 一岸建商很麻烦 对 那东西大楼也是一样 东西大楼 大家看 大地震的时候 九月大楼 东西大楼台北市的土 现在要申请国赔 现在要怎么赔偿 然后这个 起造人也死掉了 建筑师也不在了 那我最后做一个建议 以后我们的建议是这样 你要发建筑的时候 这个公司发建筑的时候 请你另外再加一个 产品责任险 我们买一杯茶 你也落下来 我三星班的产品责任险 凭什么房地产 没有产品责任险 所以你要核发建筑 第一个 先把做一个什么 这个房子要做一个责任险 这个责任险委托给什么 保险公司去做保费 那发行死照的时候 对不起 你要把责任险的保费 预缴多少年 我才给你发行 这个死照 所以建筑跟死照 中间要什么 保证履历 保固十年才发建筑 死照给你了 对啦 你都怪我建筑 有问题 我找得到凶手 找不到凶手 我找得到保险公司 很简单就是这样 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 生产履历全部要往前推 到底谁盖了 那核发建筑 基本上跟核发死照有标准 中间要什么 完工 而且保固 要什么 信托 好 我们来问一下黑心投资客 要求30年老屋做建检 是不是如同对中古屋市场判了死刑 问题是判了死刑 就还找不到凶手 真的会判了死刑吗 这个问题问我最好 反正你怎么搞我都算检 你现在中古屋的 你哪有黑心啊 你中古屋 怎么搞你也可以赚钱 你要怎么赚 这样中古屋就 你检查出来的时候 你有问题的话 第一 你要用骗的 第二 你就卖不掉 交易资计会大乱 所以 你要用骗的 非死即伤 非死即伤 我检验的那一户 我就不拿出来 这就是 这就是炸奇奇才 这刑法的339 我愿意赌 不然你买了以后 你可以用明法的359 那个物资瑕疵 但是我愿意赌 这就骗 不是 怎么骗呢 你检查出来就是有问题 我检查出来 怎么骗呢 那个 你可以找一些 这一份不行 你再找另外 因为它一定是初孤 用眼睛孤的 这个不行再问下一个 所以将来 第二个 健檢公司会乱象重生 这一个不过 这个不能沟通 下一个我们好沟通的 来试试看 保安保有这些公司 跟拜托你 你给我下OK 还有那个土木工程师 有登记的是六千 结构是八百 那个建筑师是五百 一万两千人随便你找 但是你现在骗出来 有六千以上是根本没有 有执照没有能力检查的 他找借牌的 借牌公司一堆 那时候会乱象重生 借牌公司 反正你灰死即将 你骗出来有问题 你就灰死即将 所以我会赚钱啊 因为中古屋 就会跌五到十个% 大家都会去买益塞屋 所以建商会赚钱啊 因为旧的不行 所以不是就去买 三十年的不行 你会去找那些很小的 很小的 相比较到古典的中古屋 不是 这个十四楼一堂 这个中古屋的市場一定会败 会败 你会败 买方会转向哪里 买方会转向新城屋 跟益塞屋 建商会赚到 所以我就直接估 中国物费不好 还有土壤抑化的问题 不是今年 不是有土壤抑化公布了吗 那个交易量 就整个都盪下来 台北市的交易量 盪得最厉害 而且房贷带得最低 这个都有影响了耶 你见解也有影响 像之前公布土壤抑化 有影响 那些相关区域跌多少 我自己出估 应该是跌5% 交易量应该减少20%以上 比如说 大直水安豪宅 那有可能流亡 我们就用提示了就好 不要讲太多 基隆河的两边 淡水河的两边 还有那一个刘工郡的两边 刘工郡就是四号公园 跟台北公砖 你说淡水河过来的 就是万华大同四林 基隆河那一边 都红色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还有山重跟板桥的 结果房价的影响是 那交易一定会慢 一定会 一定买方一定会 一定会有鱿鱼 交易一定会慢 这个一定要等两三年 四过今天 大家忘了以后才会恢复 非死即上 对啊 我们讲土壤液化区 你看这台北市 各位只要看到绿色的地方 就是青山绿水 青山 没有绿水 青山 绿色的是安全的 绿色的话 基本上它不是土壤液化区 红色的部分是 各位看到台北市有没有 只要平地的地方 多数是土壤液化区 不管是重度还是中度的 那越贵的地方 夜化的越严重 比如大安区 我们来看 当时公布土壤液化的情况 也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家里的房子 是在这个危险性 好像经济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就很恐慌 我想这是完全不需要的 我们才是高危险性 大家要怕死 现在 想起来 他都没人来做这些事 政府才变得高学校 他拿那个以前 不知道 清朝时候的图来看 怎么会 怎么会 哪有可能 我们无法认同 政府怎么能一直骗 本来知道 就要这样过就好了 结果检查身体 知道会害 我现在红色 不晓得什么时候 有土壤液化的帮助 今天想不到 公布了土壤液化区之后 大家紧张得不得了 政府又出来说 那个比例值 2万5比1 不够精准 那不够精准 你公布什么呢 怕到要死 来 通融兄 这个政策 真的吓死很多人 我觉得土壤液化公布是 资性透明化是好事 但是 还有不够精确 宣导不够清楚 我们现在讲30年以后 要强制健全 这件事情 引起很大的反弹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应该是政府做 不应该是民间做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要配合防灾 都更是应该是说 我找土壤液化 红区比较危险的区域 来做示范 然后我们找40年以上的老屋 去做健檢 发现你这个老屋 真的有危险勘律的 我们来修都更法 来强迫都更 一动一动的这样 把它做出标准化出来 所以项目要讲清楚 项目没有讲清楚 我举一个例子 我跟花市长 一样有过理想 我们想把这个健檢做好的时候 我曾经三年前弄了一个叫做健檢 50项健檢 50项健檢怎么做呢 它有五大管线 五大管线还有建筑结构 所以你曾经自己做过 对 试图做过 那还宣传过 室内的公共空间 那五大管线是什么 五大管线当然包括所谓的 给水 排水 电力 还有电信 还有瓦斯 那结构当然是看 我们不是做得很专业 我不太懂是你们那个时候是自己 私人机构去做还是 对对 我们公司就说 我假如要仲借你的房子 我跟你买方奖 我会给你50样的健檢 你免费帮 对 你的客户做 对 当然开始都要免费 因为你长期当然是希望大家分摊 那开始想要免费 所以外观呢 那效果好不好呢 那外观我们做规裂 或者是粉丝 不要说 50项 结果做了之后的效果呢 效果当然不好啊 因为举例说明 屋主听到这样子 他不能够接受啦 他屋主说 那我房子不交给你卖啦 我们的意愿 现在租户的意愿不大啊 不想读根啊 你要是一瓶换一瓶 我八瓶再换八瓶 我干嘛换 最重要还是现在要搞一个健檢 你健檢也是一干半把我们打死 那现在还或许还传出一个呈现说 怕我曝光了 怕检查出来 身体什么地方有毛病 所以你现在 现在要老屋健檢你的对象是什么 对象是这三十年的老屋三百多万 这些三百多万户的选票啊 这个威胁很大 那我们做了这个东西以后 比如说我已经找到买方了 那我找了别的店要来流通嘛 别的店是卖方嘛 对 我就说那我们有一个健檢制度 那对方的店就说那我不跟你流通啦 我房子也不卖你 因为我们屋主不同意 所以这个东西要健檢啦 不是那么简单啦 这对我听不懂你的意思是说 当你接了一个case之后 别的店不愿意跟你一起合卖 对 我接了一个买方 对 是别的店的物件 他看中了别的店的物件 那当然我们可以成交嘛 是 那我们几乎可以成交的状况之下 但是我们附带条件说 我们给买方的承诺是什么 是要50项的健檢 所以你呢 你要卖给我这个房子 你请告诉你的屋主 你要提供 你接的客户是要买房子的啊 对 我要有50样健檢 那这样他说 那我的屋主没有办法同意 你这个房子 所以那个买方很乐意 但是卖方不愿意 所以你100万的佣金你就收不到啦 就这样你就丢掉100万的佣金 所以这个问题我刚刚讲的 配合防灾都更 其实是一个很理想的东西 但是他你弄到交易者身上的话 他是要做整栋的 他没有办法这样做 所以应该是由政府来编列预算 来做防灾型都更 以一些标准的示范区来做 把这个都更做好 那这个台北市这样逐步推动 也是把这个台北市的这个 以预防地震 让它安全一点 不可以卖8楼 检验8楼 卖12楼 检验12楼 对 这样很麻烦 就统一做 200户一起做 统一做 都是一场骗局 都是一场骗局 当然 我跟你讲 我们在康熙年间 曾经发生过 7级的瑞士地震 你讲到康熙年间去啊 当然 我们防洪楼标准30年 50年 100年到200年了 设置到200年 我们是不是至少弄个 几百年之内的地震的标准 合不合理 人民的安全嘛 合理 台北盆地发生过 7级以上的地震 就没有防灾不防灾了 全部都会倒 连那个大楼都会倒 不要说公寓房子 有金山 砍角 新店 三条活山城 通过台北盆地 所以我们的房子 要怎么干 要防7级地震才是安全的 这才要防灾的房子 我们要转过软泥圈 到达沿盘接轨 防上下地震 我们要在一楼跟B1 弄左右摆档 摆档的这个 左右的那个制震器 130公分以上的 这才是防灾型的 都庚 你敢不敢 以后都要要求 申请建造 你给我盖这样的房子 我才给你 我也可以给你补助 楼地板还你 这才能保护人命嘛 健检之后 最好的治疗方案 当然就是都庚了嘛 对 你发现他身体有问题 你发现他得了绝症 最好的方法就 我和你一句 标靶治疗的方式就是都庚 现在的标准是六级 台北市很可能发生七级地震 六级跟七级差30倍 这一定要讲清楚 这个地方 好 问题是都庚有多难 我们现场也来了一位 南机场都庚发起人余兆忠余仙 你们那个地方的情况是 南机场是 南机场 南机场它主 它是成为民国61年就开始盖了 就已经盖给我们大家住了 61年 所以你们的房子已经 用50多年了 用50多年了 对 那个地方是有这么老旧了 那 现在我们就先讲一个建言 这个我们这个地方 不叫国民住宅 这个叫 什么叫整建住宅 整建住宅跟国民住宅有什么不一样 整建住宅是我们所谓的 以前是台北市政府 是 它为了要盖公园 或是托安道路 把我们就是假设 就是比 叫做中华商场这样拆掉 拆掉以后 把我们签建到这边来 这叫整建 你们是这种情况吗 对… 你们是这种情况 国民住宅是不一样 国民住宅是国家盖的 叫国民住宅 盖了以后它可以分配 配售 好 那你们是当时政府 把你们签到南机场这个位置 对… 那你们现在住的房子 已经50几年了 对… 那是谁盖的房子 那是… 也是国民住宅在来盖的 也是政府盖的房子 也是政府盖的房子 也是政府盖的 就是最重要了 像市政府一直到现在 那个变换权益他都不讲 什么变换权益 他们现在8坪12坪 你要给他几坪啊 我才要不要跟你都更啊 又应了 那你们现在普遍 一般平均大概都是 住几坪的房子 都是8坪 8坪、10坪、12坪 对啊 你们那个地方是8坪、10坪、12坪 对 那现在他都更之后 要跟你们换几坪呢 那政府不讲啊 政府不讲 他们有讲清楚啊 他们有讲清楚啊 所以说我们的意愿 现在住户的意愿不大啊 所以住户不想都更啊 不想都更啊 你要是一坪换一坪 我8坪再换8坪 我干嘛换 然后如果再扣掉公社 你这个盖成大楼之后 大概只剩下70%嘛 8坪 那是5坪而已耶 超5坪至6坪 对 他们现在的公社10几% 盖起来以后可能20%、30% 都很可能嘛 将来啦 他们希望大一点 所以杜庚的成功 容积一定要放宽 利润市长太保守太小气了啦 流程要快 然后我给你很大的话 我要拆房子 一定动手拆王家这种房子 不然不要搞杜庚 不然杜庚 那现在杜庚到底 已经进行多久了 这个案子 杜庚台北市政府 现在开始谈的话 因为柯市长这边来说 是说 从104年4月开始 你们是104年才开始进行 4月开始才谈 对对对 因为当初是柯市长的政见嘛 他进选台北市长的政见 所以你们算进行的时间 不是那么久 对没有那么久 可是在这个之前 好市长也有讲啊 马市长也有讲啊 阿扁市长也有讲啊 都有讲啊 可是都没有实际的去做 都选举的时候讲了 对 都开始选举完就忘记了 选举完就忘记了 只有这次柯市长 有正正地去落实去做 但是问题是 又不跟你们把 到底权力转换的评数 怎么转换讲清楚 那我们基础有多大 盖起來能够盖幾楼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那你们现在 那个社区总共大概有多少住户 有多少住户 有议院 有多少住户没议院 我们现在的议院 我们本身的议院 差不多有70%以上了 所以有30%的人不愿意啊 对... 如果议院也要看给你几瓶 就改变议院的比百分秒 但是30%你知道都更有 一户不愿意都很难耶 对啊 这也是我们 30%也不少耶 对啊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除了评数之外 除了评数之外 是最大的诱云 评数是最大的原因 对... 那他们会不会担心 比如说将来找管理费 我缴不起 将来找房屋税 我缴不起 他们有担心这个部分吗 这个也会啊 这个也会啊 这个会的建言 最重要还是 现在要搞一个建检 你建检也是一直 一干半把我们打死啊 你们现在那个地方 有人在买卖吗 有人在交易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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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人在买卖交易啊 所以一旦建检就不用卖了 就不用卖了 那现在还 或许还传出了一个建言 那个传言就说 那我现在赶快卖啊 我... 政府现在还没有公告 还没有立法地说 我赶快先卖房子啊 因为一旦建检 你们就挂了 你50几年的房子 也不用捡了 就知道一定过不了关了 就一定过不了关嘛 50年这个房子 怎么过关呢 那据说你们那里 也有很多独居老人住在那里啊 也是独居老人 独居老人现在的情况是 他们的意愿啊 他们的意愿 独居老人现在的意愿也是一样啦 他现在就说 他也很想去更新房子的话 当然是我们品质嘛 最重要是我们现在的房子 大家都是老旧 品质不好 那我现在能够换成 好 到底你们的房子品质 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放大画面 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就是南机场 这是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啊 对 这个是模型对不对 将来要盖的样子是吗 是 那这个是现在的现况 现在的现况 对 其实台北市像这样的房子 还蛮多的 太多了 多得不得了 我看有 但是 如果以理事长来看 大概通通都 通通都不过关了 包括用肉眼看 就看到那个什么 墙壁均裂的啦 必顺的啦 房子歪歪的一大堆 这个花一万就好肉眼看 真的只要一千要一百万 肉眼看就知道 通通没有过关 对 要这么过关 那你们那个地方 有交易的话 大概一瓶可以卖多少钱 差不多五六十万 还可以卖到五六十万啊 对 现在有五六十万下市 所以如果十平的房子 可以卖到五六百万 对 没有错 那一旦见检之后 都更都更不成 又卖不掉 又卖不掉 还有三大杀手 还有哪三大杀手 第一个见检嘛 怕嘛 第二个你那个万大县 什么时候完工 钱也没筹策到 那第三个就是都更如果说 柯政府吹牛摇摇无奇 那房子那就会掉下来 好 那本末比跟那个北义比 要讲庆之后 这个房子 现在可以进行两年 我跟你说都更进行两年 那是很大很大时间 对啊 刚才来一个十几年 还没都更成功 那现在就是 那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54 这样我有差不多 你65岁有机会 如果以过去的速度 是是是 可能等到65岁有机会 十几年合理啦 还十几年 还没等到刚刚 你进出可能就死了 来 文庄教授 这么难 政府又没有拿出配套方案 就说老房子要见检 这不是打死一堆老房子吗 是啊 这个文林院几年前有抗争嘛 现在该好的 你有听到抗争吗 说我很反对我从旧的房子 怎么办到新的房子 从40万一坪 怎么变成90万 有能抗争吗 没有嘛 所以代表大家都很希望 现在有新的抗争 抗争他们的房屋税 房屋税 房屋税才来台上的房屋税 涨了50倍 对 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一个学生 他的家里在组围 40平 你知道都更完之后 建设公司给他几瓶 你知道吗 猜猜看 17平 建设公司在给他17平 他40平换17平 本来家里四房 就变一房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都更 我想这样子 潤泰集团 他在新的海路有个海沙屋 后来 叶叶良总裁就把它拆掉 那 那个海沙屋 是潤泰自己过去盖的 是 然后放宽容积 30% 每晚都用24% 你知道吗 我在国内最大的工程 营造工当过副总经理 财务副总 都更的问题在财务 这个很重要 他用24%多的容积率 盖出来的楼梨板面积 一瓶造价可能15万 他去卖70万 80万 所以那24% 就已经抵过全部的造价了 所以如果你以营造公司的角度来看说 你放宽给我24% 然后我盖的东西可以卖 其实营造厂 它是可以打平的 那这种情形下去说 如果建商那就不一样 建设公司跟营造不一样 现在预售开始怎么玩呢 已经玩到类似屈神寺 或者说大卖场里面 买贵 退超价 你说真的假的 真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个整洞里面 我在国内最大的工程 营造工当过副总经理 财务副总 都根的问题在财务 这个很重要 他用24%多的容积率 盖出来的楼梨板面积 一瓶造价可能15万 他去卖70万 80万 所以那24% 就已经抵过全部的造价了 所以如果你以营造公司的角度来看说 你放宽给我24% 然后我盖的东西可以卖 其实营造厂 它是可以打平的 那这种情形下去说 如果建商那就不一样 建设公司跟营造不一样 建设公司说 我买土地盖房子 我给你分屋 我要64分 55分等等 对不对 利润要三成四成 营造厂说 我只要3% 5%就做了 文学教授我打个岔 你指的案子是不是 润胎双子星这个案子 在心态路上 在心态路上这个案子 跟丁州路交叉 我的选区 所以放打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案子本来之前是海沙屋 是 后来润胎说 没关系 我收回来 我全部给你们重盖 是 而且还用很优厚的条件来重盖 是 所以三亿营为什么 润胎赢的形象 对不对 租户从危险的 从旧的变成全新 对不对 也赢嘛 政府也赢为什么 因为少了一户很危险的 海沙屋的建筑物 对不对 是 三亿的事情为什么不多做 好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重建前跟重建后 重建后的画面 现在盖好了吗 还没有盖好吧 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盖好 这是它的模拟画面 107点 模拟画面看起来 蛮漂亮的 刚开过来 重建前 重建前的海沙屋 现在建筑自己决定收回来 好好把它盖好 对自己形象也是加分 问题是 台北市的都更岸 像这么幸运的很少 请问一下 这个海沙屋发现了 给放框容积30% 那40年50年的房子 已经快要被震垮了 这会不会比海沙屋更危险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给它 放框容积率百分之二十几 三十呢 对不对 这个矛盾嘛 所以我觉得 像现在国内的公共工程 都没有钱建设 营造厂没有什么工程 启动都更 就是解救台湾经济的一个药方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进行都更呢 对不对 李市长 其实 政府一个好的政策应该是 大家谈到这里很清楚嘛 就是经过这样的检查的结果 把危险的等级分出来 危险等级不是靠一个细数 刚刚讲过 耐震 房屋的年龄 屋龄 婚礼署专心出来的强度 它的分离组中性化的程度 还有这个大楼的这个结构的形式 都是方向正正 然后还有建商商业的 等等这些因素啊 都有一个权重 最后把分成五级也好 十级也好 把危险的等级列出来 各位刚刚提到这个 我们叫做高粒离子海沙屋的 被判定的围柔是什么 就是在X跟Y两个方向 地震来的时候抵抗地震的能力 小于150个Ga 你现在说是哪个案子 这个是一个 綠离子的一个监定手册 高粒离子的监定手册 被判定为围柔 我刚刚讲这危险的等级是 它的耐震啊 小于150个Ga 各位知道 九二一大地震啊 东英大导是 我们台北测战队 135个Ga 台北很多房子都很好的 在东英大导旁边 它倒掉了 那个台 台北的测战队 135个Ga 所以当时 海沙屋定的标准是 150个Ga 这个部分啊 如果 属于最危险的 政府啊 应该 刚刚教授有提到就是 强制 应该进入 公安型租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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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当然要有配套 有农机的奖励 有贷款的 政府的补助也好 或是像台北市政府 還有一些补助 鼓励 鼓励這些很窮困的 像我一看到 那种都很窮困的 中低收入户 像他们这些 南机场的租庚户 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作为 那至于危险等级层次 是比较低的 该去补墙 你们社区当然 鼓励你去补墙 也不一定说 全部都拆掉 其实最重要的政府 应该是 用立法 整套像我们这个高地日 这个是根据地方自治法 经过议会审定的 一个标准 一个法规 法制化 那政府应该 要做的是这个事情 不是在那边用喊口号的 什么交易的时候 要付那个什么 健康证明 这样的部长 跟这样的市长 真的是 都是不及格的 而且突然 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 突然让整个市场更恐慌 现在文雄教授 现在市场已经很惨 现在市场多惨 多惨 据说有人的房子 已经变负资产了 是 这个民国79年股市崩盘 民国80到90的时候 没有人认为房地产会涨 到了90年的时候 SARS的时候 到95年 人家觉得说 房地产有可能会涨 96年到100年的时候 所有台湾人 全部相信房地产一定会涨 而且房地产绝对不会跌 所以到101年到105年的时候 就全部跳下去了 尤其在102 103是最高峰 跌了多少你知道吗 跌了多少 台湾这个五年的套牢量跌了多少 我告诉各位 五年就五年 五年套牢量就是说 像我朋友在101年买 这个景美的预售45万 最高涨到70万没有卖 后来又跌回45万 那至少平手 对 我一个朋友 买我住天母的附近 一个旧的公寓 不要讲名字 1550万 那天我们去散步运动 进某一个王公司说 这个房子现在多少钱 他才买一年多一点吧 是 他说你当时买51万 现在不到40万就可以买到了 1200万 这是40 而且三间等着他买 这个时候想起什么东西 你说才一年多吗 他一年多 104年1月 你可以去查实价登录 这个 然后现在才一年多 他脸都绿了你知道吧 掉了300万 350万 1500万的房子掉了350万 他支配款缴550 所以已经掉了350 这家中介费 这家税间 他几乎已经到目前为止而已 已经快掉差不多光了 他是大楼的房子滑向还是公寓 公寓的三楼 公寓的三楼 30年 也是30年 是 那更死定了 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 国民党在买东京的房子 120亿 1993年 现在45亿 求售无门 对不对 我朋友1990年 叫日本去留学 他爸爸给他买了一间房子 东京1600万 三四年前卖掉 多少钱回来你知道吗 600万 损失1000万 这个事情会不会在台湾发生 我觉得政府要特别当心 尤其在进行都更等等的时候 因为台湾现在少子化很严重 11年后大学考生剩下一半 第一心 经济零成长 然后月薪2万5到3万的人 现在占5成 这些5年10年后 都将成为台湾购物市场的主力 第一心 经济零成长 然后月薪2万5到3万的人 现在占5成 这些5年10年后 都将成为台湾购物市场的主力 这三个因素 少子化低薪 对不对 零成长 现在这种负资产 如果在台湾 现在一个完美的金融风暴 就要形成了 让台湾更美好 3D新闻 少子化低薪 对不对 零成长 现在这种负资产 如果在台湾 现在一个完美的金融风暴 就要形成了 这就是什么呀 你有看过一部大麦空 美国为什么次提房贷发生 鼓励购物 台湾其实也鼓励购物 为什么 利率就1.0% 匡限期 对不对 大概7成8成 政府一下先鼓励购物 最后再怎么样 皇帝合一 一网打进 所以民国90年到100年 买房产 通通赚钱很快乐 这个确信房地产太好了 一定会赚 而且绝对不会跌 只有自己去买 结果在101年到101年 全部被一网打进 全部套牢 那现在开始要编离 编离什么 编离副资产的考验了 大学教授早在编离考验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快不逃了 你知道意思吗 大学教授因为不小心 没有学生可以教了 那个建修部以前 建建部以前 一般70个 下面20几个 接下来就10个 有个五个人知道吗 有个戏已经招到九个 知道吗 大学教授要变成业务员 然后变成业务去找学生 淡江还不会 淡江很多学生 还两三万人 淡江还不会 很多学校真的会 是 所以这个都没有人了 公园都没有几个年轻人 还买房子 好 所以我们来看 928这个对房地产业界 非常重要的党旗 到底卖得如何呢 928党旗 这些党旗推的 发现说在这时候推的 好像按量虽然蛮大的 不过在销售表现上面 可能相对的 没有这么出色 推按量比较少 相对的这个 建案的竞争 比较没有这么强烈 我在担心说 这个房部下的 因为中间 因为有这些力多 就停顿了 没有跑掉的人 或是建商 所边的房子 还没有卖掉的人 给他们一个梦想 928党旗 10月份党旗 大家都对这个党旗充满的期待 其实我只有讲过一句话 我以前就讲过了 只有价格合不合理 没有任何的党旗的问题 好 继续说 928党旗 这是推案量报表 这个是报表 但是基本上要看事况来定 刚刚黑心投资客 摔过头 讲一个很重的重点 假设现在 按照内政部的做法 见诊都要 你要卖屋交易要见诊的话 中古屋 全台湾中古屋全市 那现在有一种新的策略 就有一个预售 预售屋 它就讲说 我未来的新房子 比所有的中古屋更便宜 我请问你 30年的中古屋 假设现在是35万 它推出30万的话 假设中古屋就全市嘛 所以变成这一种新的策略 那很多地区 现在开始复制成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 新城屋或预售屋 它只要拼过 一般的中古屋的价格 中古屋的价格 而且你中古屋是30万 我是新城屋 或是我预售屋 那现在... 所以会造成很多地方的中古屋 或是房仲業 幾乎全倒 为什么 沒有人敢买中古屋 加上进展证明 沒有人敢买 好 那现在预售 開始怎么玩呢 已经玩到类似 屈臣寺 或是说大卖場裡面 買贵 退差价 你说真的假的 真的 你去比较 買房子 你当做是去屈臣寺 屈臣寺 買贵 退差价 譬如说我们这个 整个整洞裡面 我有300户 那大家就误过说 今年房地产不好 明年会更差 三年 四年 U型怎么样 那我今年买的人 我是不是考虑 我会担心说 明后年我的房价跌了 是不是会考虑 它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你如果越想 觉得未来很悲观 那你买贵了 我就退你差价 可是他所谓的买贵 是跟谁比呢 就跟同一个社区裡面比 大家不能跟别人比 但现在都是在走低价 那别人是怎么玩呢 那同一个社区 所以我不能买贵 别人也不能买贵 最后就是大家不二价 没有 但是可能这个房子裡面 这整个社区裡面 当然会有跌价嘛 他不希望你因为跌价 而造成你阻止你买的原因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买了之后跌价 他就收回去 还有一种是这样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销售手法 这样也不错啊 住了不满意 三年之后 甚至有个案子 住了不满意 三年之后 原价退回 你给我骗吧 我没跟你说 真的 最近之前有个广告 这个是真的 不是骗你的 真的 住了不满意 你先去住三年 然后你跟他说我不喜欢 对 不用任何理由吗 我跟你讲 譬如说我现在移动 一千万的房子 那如果到三年之后 像文雄大哥讲说 搞不好有这个奇弱嘛 那如果三年之后 这一千万的房子 假设跌到八百万 对不起 到三年之后 我用一千万的房 一千万的房价 帮你买回 我建商帮你买回 那如果没有叠价 我就纯粹 我都没大意 可不可以退 可以啊 也可以退 可以 不满意就退 你拨到不算就退了 拨到这样 还有一种是这样 一般我们预售户是定签 真是匪夷所思 两个状况 我们预售户是这样 定签 签约 开工款 那下一种是定签 刷卡 刷卡 马上就什么 签约了 刷卡10% 然后10%完毕 你不是要盖房子吗 预售盖房子吗 工程零付款 那工程零付款 你不要 最后不是要这个贷款吗 交付贷款 不好意思 我公司另外拨 两成的公司贷给你 然后加上七成的银行贷款 所以你等于是 刷卡刷 定金签约之后 签约完毕之后 九成的银贷 中间工程零付款 所以 储处好 你一脚被收下去 那储处好 还有另外的方式 现在竞争造就 储处好 处好完了 我送你一百万的装潢费 叫做百万装潢费 是 给我限制一百万吗 还是帮我装潢 帮你装潢好 还有送宾室 对 然后装潢好 还有送宾室的 然后装潢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你要装潢 如果没钱装潢 没关系 我把装潢给你 你把装潢的费用 我可以纳入这个七成银贷 但同时变成八成下银行贷款 也就是把装潢纳入银行贷款里面 让你二十年 摊还你的利息 变成这样 不要听这个代销讲的 变成这样 我说实在 我也怀疑建商还得到去呢 我这个代销比较便宜 建商让利 一千万直接捡一百 只卖你九百啦 贷款完 贷款不是贷七百吗 建商再借你一百啦 你看看我这个代销比他有良心 我不是代销 我是说目前的现况 现在真的是建商帮利 我跟你讲 那个三年后原价买回的 你千万不要去相信 三年后那建商跑去哪啊 建商不见了啊 对不对 他只是你七十年而已 他很小三年吧 他走不去啊 走不去啊 没有啦 他去担三 还有一个 有些人懶得搬啊 其实是建商在赌啦 他先收现金啦 对 没有错 先收现金啦 假如说他现在没有收现金 他等到三年以后房价跌 还是他的嘛 所以他现在就赌嘛 还有三年六的税金 税金有人讲 房屋税 那么重的房屋税有人讲 所以有没有可能建商 掀起一波倒闭场 会 就是现在啊 因为什么人会倒闭啊 那些大财团 五十年前新一计划去买的 那赚几万倍 几千倍 不要讨论了 最惨的是他近期买的 近期买的 他买进土地非常贵 那你预估房市多好 他用一层 两层的这种存力 他就是买了土地 盖完就卖 盖完卖 这种资金又很少 而接收银行贷款的层数 又很高 就准备倒闭吧 这种小型建商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对 好 我们今天谈老屋建检 政府还没有强制要求老屋建检 之前我们自己先建检一下 来 理事长 我们家里经常看到墙壁均裂 特别窗户边啊 或大梁下面啊 或者墙壁 那是不是很危险 民众要注意的是 你家里面在凉 这个 这个叫柱 凉的 尤其是主凉 大梁上面的裂缝 要特别小心 那么像这样子 像这个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张都在墙壁上 墙壁上的就不要紧是不是 墙壁上的有很多情况 有的是粉刷层 那个劈头裂的 那一些 劈头 那一些经常会有 那那个不影响到结果安全 这种就是把粉刷层打掉 然后重新粉刷在油漆就可以了 这样的发生在墙壁上啊 在地板啊 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那有一些啊 像这样的 我经常在网上看他说 背筍在那边横的直的也有不同吗 像这一张啊 在这个窗户边呈45度的 这样可能有转量的效应 所谓转量效应就是 在结构系统设计上有一些 瑕疵 那么像这样的问题啊 民众也不必恐慌 你就请结构技师 请成本技师 去帮你做判断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子是比较不好 对 比较不好 就是在窗户旁边45度 这样子 比较不好 像 对 像刚刚看到这些 要注意的是什么 虽然在砖墙上面 但是它裂穿了 裂穿了要处理 就是怕地震来的时候 那一面墙会倒下来 所以 裂穿是什么 对 就从 比如说从客厅 那另外一边是卧室 对 它那个裂穿是可以 可以穿到卧室那边 那相对的位置 那样的情况啊 所以你在客厅看它叫壁 然后你跑到房间 发现叫壁 相对的位置 它可能就是裂穿 因为我们家住的结构系统上面 有一些0.3mm 2公分深度以上的 0.3mm 这样的结构性的裂缝 你当然要找医生 找结构技师啊 找存护技师去 帮你做判断 好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倾斜 倾斜最容易了 小朋友玩那个球啊 往地上一摆 它自己滚 那表示你的房屋 已经倾斜了 那倾斜啊 在我们鉴定手册里面 40分之一以上 叫做围楼 40分之一到200分之一 要做一些补墙 所以摆一个球在客厅 看到会不会自动滚货 表示你的房屋 隔壁挖地下室也好 做捷印也好 它已经倾斜了 零损啊 等于旁边有人盖房子 影响到 那么这样的房屋的瑕疵 或是问题 在地震来之后 他会先倒 他会先出问题